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非常有福气的 也是非常美好的 今天就让我们把心归主 好让神的智慧能够临到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靠圣灵行事 靠主得胜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 许多人因他惊奇 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搞 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 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谓曾传与他们的 他们必看见 未曾听见的 他们要明白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臂 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来读十三节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 且成为至高 神的仆人 的确是有智慧的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忍受一切艰难时 他不是消极地忍受罪恶 而是表现出全然的良善 神的仆人为什么有智慧 是因为他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思而做 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 是存心顺服神 以至于死 保罗说主耶稣 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起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要降卑 谈何容易 这实在需要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的主耶稣 都要先降卑 才升为至高 何况我们呢 所以弟兄姊妹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本相 是卑微的 是不配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有时候甚至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 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误以为 只要每个礼拜我们有聚会了 平常有奉献 有侍奉 我们就很热心 我们就很爱主 我们就很满意了 但如今 弟兄姊妹求神 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看到 自己的光景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实在是软弱的 幼稚的 冷淡的 甚至污秽的 我们这些所做的 其实跟主耶稣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实在是差太多了 那么何况 我们还说 要效法耶稣的死 为一受逼迫 这一些呢 十四节 那么这里说 许多人因他惊奇 他的面貌 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容 比世人枯搞 当主耶稣以 神仆人的身份 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惊奇 因为他的为人 他的所作所为 都出乎人的意外 那么主耶稣 有什么事情 叫大家惊奇呢 就是他的谦卑 他的谦卑 叫大家惊奇 那么也是他的面貌 他的面貌 这里说 枯搞 憔悴 这个也是叫大家惊奇的 我们的主耶稣 长得那么丑 那么卑微 身上没有任何 让人羡慕的地方 但是 接着十五节怎么说呢 十五节说 这样他必洗尽 许多国民 君王 要向他 闭口 这也是叫大家惊奇的地方 因为他 不但能够洗尽 许多的国民 能够鼓动 许多的国民 甚至 你那有权柄的君王 在这一位身份 卑微 面貌 枯搞 憔悴的耶稣面前 都要闭口 无言 无话可说 有人说十字架的地方 是没有神迹的地方 可是 却也是有最大的神迹的地方 正如保罗所说的 十字架的道理 在灭亡的人 身上是愚拙的 但是在得救的人 看作是神的大能 十字架的道理 往往是人的绊脚石 许多人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以至于这里五十一章的一节 这里说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绑壁 向谁显入呢 这是先知的叹息 也是 仆人的叹息 今天我们看见 这个世界 各地 信耶稣的人还是很少 就以台湾来说吧 从马街 来到台湾 到今天 福音在台湾已经砸根了 已经传了 快一百五十年 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只有百分之六 我们看见 传福音的工作 实在是要 需要有这个恒心跟耐心 特别在这个变动的世代里 其实人们更需要福音 但是很可悲的 人却拒绝了福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 他们没有圣灵光照 所以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守望祷告 这实在是需要我们以行动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示下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 我们都要乐意来传福音 那么更求主 将这一个得救的灵魂 加给我们 我们来读第三节 第三节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眠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主耶稣是忧患之子 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 以至于连累了他 这里说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眠不看的一样 身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 神不忍看他的儿子受苦 神是公义的 圣经说 神万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的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遍地黑暗 好像神在哀哭 神不忍看 他的儿子受苦 今天当我们来到 主耶稣面前 我们应该赞养他的龙美 尽管世人不重视 甚至也面不看他 但我们应该敬重他 我们应该仰望他 思想他的爱 纪念他的恩典跟福分 我们要向他福福 向他敬拜 因为他配得我们的称赞 配得我们的荣耀 赞美跟感谢 第四节 这里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弟兄姊妹 从这一节开始 一直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字眼 他 我们 他 我们 不断地 关联在一起 产生了奇妙的交换 这里说 他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的痛苦 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 受责罚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我们是该死的 我们是该灭亡的人 我们是在世上没有指望的 本身为神子的他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是原本在天上的神 却为你我的灵魂 来到地上受苦 成为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曾说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他在十字架上又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神眼面 不看他 是的 他曾难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可悲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还不知道他所做的 还以为他是为了罪 来受责罚 被神 击打苦待了 弟兄姊妹 圣经告诉我们 有罪 就有苦难 有罪 就有刑罚 但是耶稣是无罪的 他却站在罪人的地位上 为人来受苦受罚 我们看见当耶博受苦的时候 他的朋友来安慰他 结果呢 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耶博是犯了罪 才会遭受到神的刑罚 虽然不能说 耶博是完全清洁的 但耶博觉得 若把罪和苦难相提并论 也不完全是对的 我们看见耶稣受苦 使我们就进一步的 能够明白 十字架的奥秘 若犯罪受苦 是罪有应得 但我们知道 耶稣受苦 却是因为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 耶稣没有罪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却甘心 接受十字架的罪罚 这完全是为了担当 我们世人的罪念 为了担当我们 因着罪恶 所带来的痛苦 罪恶会带来痛苦 但是苦难 不一定表明有罪 当我们明白 耶稣受苦 是为了爱你爱我的关系 我们就会全然的降服 在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会向他低头下拜 抬头仰望 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体贴 神爱灵魂的心 让我们愿意乐意的把福音传出去 因为神让我们看见 这世代迷失的人到处都是 但是感谢神 因为神的爱 祂已经把我们寻找回来了 让我们也能够出去寻找迷失的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是你把我这只迷失的羊 从罪恶里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的 是你 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 叫我信的他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现在我要再一次地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也求你赐给我热爱灵魂的心 愿意走出去 把你福音的真光 带进这黑暗的世代里 主啊 帮助我 体贴你的心 能够有爱灵魂的心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